这个就是晚香玉的种球 我们来看看它的花朵啊 晚香玉的花朵啊 是世界上著名的鲜花 因为呢 它实在是太香了 普通的花香 你可以说是它香 但是晚香玉的花香 可以描述为沁人心脾 它香到什么程度呢 已经成为了啊 晚香玉已经成为了 世界上各种大盘香水的提取原料 就是很多香水 尤其是大盘香水啊 它的提取物用的什么 用的就是晚香玉的花朵啊 因为它的香味真的是太浓郁 太好闻了 基本上是让人很喜欢的那种 而且这个花啊 你开花之后直接剪下来 可以插在家里的花瓶里的 很漂亮 我们再看回它的种球 虽然晚香玉的花朵 你很难买到 但是种球买得到啊 我买回家种球 自己在家里就能种出 自己的晚香玉花朵来 那晚香玉买回种球之后 怎么种呢 下面啊我来教大家 那这个就是晚香玉的种球 它是由一个大球和若干的小球组成的 我们在栽种之前呢 先把它翻转过来 修剪一下底部的这些枯枝啊 枯根啊 这不是枝 其实是它的根系 这些枯根呢 其实非常的影响它未来的一个生根和发芽 因为呢 枯根太多 它发根的能力就会减弱 所以说你把这枯根多给它修剪一点 减平准一点 这样它未来生根的时候 长出的嫩根将会越多 修剪完成之后呢 我们用一个水壶打一壶清水 然后把晚香玉的种球直接丢进去浸泡起来 浸泡12小时左右就足够了 为什么要浸泡呢 通过这样的浸泡啊 可以快速的促进它发芽 缩短它发芽的时间 那浸泡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栽种了 我拿了一个花盆过来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栽种的深度 我们在栽种晚香玉种球的时候呢 一定是它的尖头朝上 底部朝下 这样子正直垂直的栽种 栽种的时候 深度一定要栽的稍微的深一点点啊 来到花盆的正中央偏下的位置进行栽种 千万不要栽的过上了啊 过上的话呢 它发芽比较慢 栽的稍微深一点点 把土呢 完全的把它覆盖住就可以了 栽种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浇透水 然后养在通风向阳的位置啊 就可以等待它发芽了 晚香玉非常的喜欢阳光 所以阳光啊 一定要充足 你看这一盆就是我两个月前种的苗 现在发芽已经郁郁葱葱的 而且啊 中间花剑都已经抽出来了 就期待它开花了 然后我们先放一边 加一杯